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争的双方的王室的继承人也好 贵族也好 绝大多数都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堂兄弟打叔叔 叔叔打侄二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要理清楚 双方分别以两朵玫瑰作为标志 其中红玫瑰代表的是兰开斯特家族 而白玫瑰代表的是约赫家族 才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不把它称为叫玫瑰战争 一直到16世纪莎斯比亚所写的亨利六世这个戏曲中 两朵玫瑰才被标志着战争的这个双方 玫瑰战争也开始成为我们常用的这个术语 那么这个战争的原因呢 我在前面说过了 主要是因为金权万王朝最后无事 理查二世被亨利四世来了一个取而代之 这次的篡位行为后来被很多贵族使为不合法 所以就有了这个计政权的一个争夺 那么此外呢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百年战争之中 因为国王盲瑰跟法国打仗 所以英国的贵族势力在一百多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次英国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五十多家大贵族 他们家的贵 他们这些贵族啊 都是非常的有钱 有势 而且采用的是普遍的征兵制度 有自己征集自己军队的权利 这样的话呢 在某种程度上对王权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这些贵族们长期利用暴力的手段 利用自己的特权 威胁中央政府 法官 陪圣团 来维护自己手下的这些歧视 而歧视们胡作非为 拿着领主的钱 然后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打仗打架 是吧 决斗干这些事情 所以呢 百年 不是百年战争 玫瑰战争的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让英国的中央集权得到很大的发展 百年战争 又说错了 玫瑰战争开始的时候 英国还有五十多个大家族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还剩二十个 重重的被削弱了 而都多王朝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王朝 继承了这个王朝的亨利都多 开创这个王朝的亨利都多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 从此 都多王朝使英国从一个小国 走向了世界性帝国 当时的欧洲的这个各种封建社会 开始逐渐的向近代社会转变 英国也发生了这种转变 他们从这种变态的封建主义制度 开始向近代的中央集权政府转变 这种倾向让很多贵族觉得不适应 他们开始向王室叫板 而这些伯爵们公爵们 在某种意义上 也对近代议会制度的形成 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我这边就省去了很多的贵族之间的故事 我们跳到主干部分 来看一看这个战争是怎样打起的 是怎样发展 以及怎样结束的 1413年亨利四次去世了 他的儿子亨利五世继承了王位 亨利五世呢 把他一生的精力都花在了跟法国战争之上了 所以这段时间里英国对内没有大事 贵族们都很快活 因为国王在法国打仗 1422年亨利五世死的时候啊 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继位 继位的时候才刚刚几个月大 所以他需要一位摄政王 摄政就是格罗斯特公爵汉弗莱 汉弗莱这个人我们在百年战争中讲过 是一个非常性格粗暴 战场上非常勇猛的人 打仗可以治国不行 所以他治国就治了一团招 治了一团招之后呢 他的摄政地位就被 伯福特家族的人面替代 这个伯福特家族后来出现了一个女性 伯福特家族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其实他是爱德华三世 第四个儿子的私生子的一个家族 伯福特是他的私生子 是爱德华三世重孙重孙的一个私生子的家族 伯福特家族后来出现一位女性 这位女性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亨利都德 我们在后面再讲 所以这个伯福特家族后来呢 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权力 来分享了亨利六四的政府 但是亨利六四呢 成年之后呢 他不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而且老子也不好死 老子有问题 有精神病 经常一个人坐在那边笑发呆 不过他虽然傻 但是傻人又傻夫 他娶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王后 法国人安努伯爵的女儿 玛格丽特 这个玛格丽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在很多时候亨利六四是一个傻子 但是玛格丽特却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 所以战争的一方 南开斯的家族早期 这帮人全部都是玛格丽特来指挥的 亨利六四因为是一个傻子 他30岁的时候 他精神完全错了 即便不发病的时候 他也没有人力去治理一个国家 更不要谈去控制那些大贵族了 到他的后期啊 王室国库空虚 国王没有开支 缺钱缺粮 等后 领响的军队已经排队排到了门口 所以所有的方法都是王后帮他们解决 王后是法国贵族嘛 去跟他的岳父去借点钱 来发发军饷 都没问题 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一位精神明国王能不能生一个 王世纸是一个关键 是吧 结果呢 大家都以为他不能生继承人 所以呢 给他安排了一个摄政王 这个摄政王就是所有贵族中最安分守己的 约克家族的公爵理查 我们说的玫瑰战争的另一个家族 约克家族出来了 约克家族理查和南开斯座家族的这个关系 亨利关系是什么 是远房的堂兄弟 这两个家族的祖先追溯的爱德华三世这一代呢 分别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和第二个第四个儿子的家族 就他们是堂堂兄弟 这个关系 所以约克公爵理查 他也是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的 当国王是一个傻子 可然不能生育的时候 所以议会和贵族 认命理查为摄政王 义子言下之意 当亨利去世了 他就可以继承王位了 但是有个女人不答应 谁啊 王后玛丽特 虽然说亨利六四人傻 但是他下半身好使啊 在王后的帮忙下 王后居然怀孕啊 是不是亨利六四的种 我们这个就不清楚了 反正他怀孕了 而且还生那个儿子 这下完了 为什么完了 亨利 不是亨利啊 约克公爵的继承权就没了 因为国王已经生到子嗣了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玛丽特怀疑摄政王约克公爵理查 有涂害他继承人的这样一个阴我 然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发兵去攻打约克公爵 把他赶出了英格兰 理查当然不高兴了 然后怎么样 去法国借兵 又返回英格兰和玛丽特决一实战 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 所谓的内战最早是发生在1455年 在交战的前五年 双方各有胜负 总是你赢一场我赢一场嘛 赢了之后嘛 谈判争取更多的利益 一直到1460年 王室在韦克菲尔德打败了约克家族 而这个时候约克伯爵理查在战场中身亡 而且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捉住之后 被斩首处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看上去南盖斯特家族赢了 但是人家约克公爵不止一个儿子 他有两个儿子 另外一个儿子呢 跟爱德华三世同名 也叫爱德华 这个儿子了不得 这个儿子是一个将产 这个儿子就是你无论给他多少兵 他都能打赢的那种 所以这种人很难对付 他在战场上总是能打上 打胜仗 你说这种人很难对付 所以当爱德华和他的继承人 开始统领约克的军队的时候 他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心机 而且他野心勃勃 善于计算 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和军师天才 他父亲被处死一年之后 和他的兄长父兄被杀害一年之后 爱德华就彻底打垮了南开斯的家族 然后逼着玛丽特退位 他自己亲自加冕为爱德华四世 这个时候王位又到了约克家族手中 这个王朝我们称为叫约克王朝 约克王朝的时间很短 只有短暂的几十年 只有三位君主 爱德华四世 爱德华五世 为什么呢 马上就要都督王朝了 都督王朝怎么来的呢 听我继续讲下去 那位打败的王后 玛格丽特并不甘心失败 虽然王位被你抢去了 但是我还有有钱有粮啊 为什么 我还有丈母粮啊 我还有我的父亲啊 岳父啊 是吧 于是他去法国借兵 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一直到爱德华国王 这个其实是爱德华四世 爱德华四世跟爱德华三世相差六代 是他的从从寸 相差六代 不是不是不是直接的一个关系 爱德华四世最后取得了战略性的辉煌胜利 把他们所有对手全部打败 玛格丽特被流放 他唯一的儿子也叫爱德华 被处死 那位可怜的 患有精神病的国王 在战争中表现很差 无论哪一方把他带到战场上 他都呆呆的站在那里原地待世 直到最后被人抓住 不过他那位远防唐兄弟 爱德华四世对亨利六世还是不错的 没有把他处死 把他关在伦敦塔上 最后老死在那里 其实伦敦塔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 关押英国王室继承权失败的那些人 主要都是那些被废掉的君主之为的 关在那边一直到死 爱德华四世在1483年去世了 去世之后他留下两个儿子和几个女儿 那么他的一位兄弟理察公爵 显然成为摄政王的候选人 按道理来讲 约克王朝是比较稳定的 坏就坏在他的这位 书属理察公爵这个人身上 理察公爵在他哥哥在世的时候 非常支持他哥哥的军事行动 因为他确实知道他哥哥是个人才 一旦哥哥死了 两个知道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所以也跟那个玛格丽特一样 跟那个亨利六世一样丢到伦敦塔了 所以这两个小家伙挺可怜的 一个叫爱德华五世 还有他的兄弟好像叫约翰吧 这两个小家伙就被他们的叔叔关在仁敦塔 最后这两个小家伙都不知所措 在历史上神秘失踪了 我估计是被这个理察公爵做掉了 不好意思国王没有了 是吧 国王没有了 我理察就成为摄政王 理察一辈子没有称王 只是作为摄政王 那么这个理察三世 对不起 这个理察 这理察还是称王的 这个对不起 理察退后称为理察三世 把他两个职儿全部扔进了监狱 理察三世不久之后呢 就把他们给做了 最后呢 还有个说法是 两个小孩一直活到1485年 被后面的亨利七世 就是亨利都多杀死 这个说法是传闻 有很多电影拍过这个故事 这两个兄弟被叔叔给做掉了 好了 我们现在的国王是理察三世了 理察三世呢 遇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手 理察三世 约克王朝 约克王朝总共只有三个国王 埃德华四世 埃德华五世 在位只有几个月 然后被他叔叔理察三世做掉了嘛 这个理察三世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呢 按你来讲 他不属于这个兰凯斯的王朝 因为他是个私生子家族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这个叫这个 伯福特家族 一个女儿的孩子 伯福特家族呢 是当时的 亨利五世时代的一个摄政家族 还是挺有权力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 李奇蒙爵 亨利都多 亨利都多的父亲呢 是李奇蒙伯爵 埃德蒙都多 埃德蒙都多的父亲呢 是欧文都多 欧文都多取了 亨利五世的遗孙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了 他取了当年的王后 所以并入了这个贵族的行列 不过呢 他的父亲 埃德蒙都多 是亨利六世的 同母 义父兄弟 理解这意思了 亨利五世的遗孙 亨利五世的遗孙 王太后 跟欧文都多结婚 然后生了埃德蒙都多 埃德蒙都多是 亨利都多的父亲 所以他们 是这样一个关系 他的母亲 马尼特 伯福特 这个女人了不起 这个女人是 爱德华三世的直戏后代 是爱德华三世的 从从孙女 因此 亨利都多的继承权 是来自于他母亲的 他母亲就是 庚特约翰的 那位私生子的后代 庚特约翰 只是你有过一个私生子 他不能信国王的信 但是他却是 真正的爱德华三世的后代 所以 亨利都多的王位 竞争权是来自于他母亲 但是他要获得王位 得要通过军事斗争 还好 亨利都多是比较人打仗的 所以他去找他的这个外援了 外援先是找到了法王 法王路易非常讨厌 约克家族的人 所以派兵给他 而 伯格尼公爵也站在了他这边 1484年 亨利都多说服法国政府 支持他 获取英格兰王位 第二年 亨利带了2000名士兵 和 一小股军队 2000名士兵不多 在威尔士登陆 向英格兰进军 一路上 很多支持他的人 加进他的军队 1485年8月21日 他和理查三世 在 博斯二斯菲尔德展开决战 理查三世在战争中 坠牙而亡 挺有意思的 从悬崖掉下去了 摔死了 获胜的亨利都多 被议会公认为 国王 因为他的出生 他的父亲和 亨利武士是同母义父的兄弟 而他的母亲是 爱德华三世的 从从从从女 所以他从血统上 也能继承 不过他信的 不是信 这个 英格兰国王的 他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都多 对吧 都多 另外一个贵族 所以这个王朝就不能叫 金雀华王朝 或者叫 兰凯斯特王朝 或者叫 约克王朝 那叫什么王朝 叫都多王朝 那么他为了解决玫瑰战争的一流问题 他娶了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的女儿 也就是爱德华五世的姐姐 伊丽莎白为奇 约克王朝的伊丽莎白为奇 自此 玫瑰战争就结束了 都多统一了两个王族 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族 都多王朝在取他的徽章的时候 干脆把兰凯斯特和 约克王朝的红白玫瑰 同时缝在他的徽章中 白玫瑰加红玫瑰 就是都多王朝的玫瑰 虽然这个亨利多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是他依然是一位心狠手达统治者 他一有机会就处理掉 对他王位有威胁的人 比如他在1499年 处决了约克家族和 整个金杰华王朝 最后的男性继承人 奥尼克伯爵埃德华 自此金杰华王朝绝世 从此到了都多王朝时代 都多王朝是英国从西欧小国 走向世界进帝国的一个拐点 从亨利多多于1485年登基 到1603年 伊丽撒白一世旅王去世 总共传了五代君主 118年 玫瑰战争对英格兰来说 影响是比较小的 这些战争主要是在贵族之间的武装 家谱中进行 整体上双方尽可人的不打老百姓 有一次战争之中 因为不想采一块麦田而被转移 双方打着打着 发现前面有块麦地 农民伯伯正在种地 所以双方建议 咱们不要在这边打 不能把粮食给打了 我们找一个空地再打 好啊 我们换个地方打 所以非常的绅士 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 和大规模的这个 对平民的攻击 所以他们经济 社会生产都没有遭到破坏 伦敦和其他的一些大城市 都没有卷入这场战争 真正对这场战争代价比较大的是 很多贵族家族在战争中灭亡了 有一些被抓到杀害 有一些客人在动荡之中衰弱了 一些贵族的这个继承权就没有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啊 原来的这种封建体制 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因此都督王朝开始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 这个对英国后来的扩张 包括亨利七世 为英格兰准备的新君主制度奠定的基础 事实上爱德华三世和四世已经为都督王朝的这个崛起 订定了准备 从百年战争一直到都督王朝崛起 前后花了两百年 但是为了真正的大英帝国 开始成为世界性帝国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都督王朝 都督王朝的议会制已经深深的直入英格兰的政治传统之中 因此那个强大的议会一直是英国向前迈进的一个保证 一直到十六世纪再度增兴 被后面的斯图亚特王朝所取代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听过查理一世和詹姆一世的故事 那就是斯图亚特王朝 好了那就到近代史的部分了 不在我们逃人的范围之内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